- 奇怪我的頭髮都會掉一根下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 那最近買的盒碗已經拿到了 它就是這個 今日的燒肉絮絮苑 那這個盒碗呢 它是以日本連鎖店絮絮苑為主題的 這一組盒碗呢 在IG上看到很多朋友拍都很漂亮 而且聽說還可以完美搭配這個6吋的 就是像胡迪啊 無狼之類的 那因為我也還蠻期待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開箱囉 1 2 3 那我們來看一下盒子的部分 那正面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次是買初回版本嘛 所以它這邊有一張貼紙 是這個特點 石鍋拌飯的部分 來到側面的地方 它的背景板是有雙面的 然後一面是這個大眾燒肉店的樣子 一面是這個高級燒肉店的樣子 看起來就比較高級喔 比較貴的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的側面 有附一個烤肉夾 那另外一邊這個就是可以換這個烤網的這個夾子 有附這種兩種夾子給你玩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把它打開 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其實我還蠻興奮的 因為網路上傳的這些照片都超好看的 那這邊主要是有一個背景板的部分喔 背景板 那等一下再看喔 然後是這邊有一張桌子 然後還有好幾袋東西 這次的配件還蠻多的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換個角度 然後把這些都拆給大家看囉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 背景板的部分 那這上面有一些東西可以剪下來用 我們等一下可以剪下來喔 好 背景板的部分 它這個是 雙面的 然後我們先看地板喔 那這個地板 它這個是一個木頭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 這個是榻榻面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地板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牆壁的部分喔 這個就是大眾燒肉店的感覺喔 這看起來就是比較休閒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這個高級燒肉店 看起來比較有產意喔 好 然後它這邊還有附一個這個 這個是日本吃燒肉都會附的這個紙圍裙 可以放在這個身上就不會被油噴到 好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這個這一張紙啊 它有很多東西可以剪下來用喔 好 像上面這四個是這個放筷子的套子 可以把它折起來變這樣子 然後這裡是葉子放在肉下面的 然後這四個是肉的部位 就是可以貼在肉的上面 像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耶 會不會是吃完就是讓你口氣清新的口香糖啊 好 桌子 桌子這個滿有質感的喔 它這個表面這個是有點紅色木頭的感覺 那這中間就是可以放這個烤肉爐的部分 然後往下看它這邊是有一個烤肉爐 一個這個可以調整溫度 像這個應該是瓦斯的部分吧 火力大小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背面長這樣子 烤肉爐的這個金色的質感有做出來 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是乾淨的網子 然後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還有附一個是烤膠的網子 所以上面看得出來已經烤膠了 就是可以換網子的時候用 然後這個放在桌子上感覺就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附幾支夾子喔 然後最左邊的這個是烤肉夾 這個是烤肉夾的部分喔 然後這個造型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另外一邊這個是換網子的夾子啦 它是真的可以換喔 那麼你可以把它插下去 就可以拿起來了 就可以拿起來了 像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換一個乾淨的網子 我們來挑戰一下好了 來 換一個乾淨的網子上來 好 這樣就完成囉 然後這邊還有四雙筷子喔 在這個裡面 對 然後這邊這個是吸管 然後我們把這個筷子的套子都做好了喔 一共有四雙 然後這上面就有它的這個店名序序院 然後筷子可以這樣子插在裡面 好 那現在看到這個是炭的部分喔 那我們就可以放在我們剛剛這個裡面 烤肉爐裡面 有沒有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牛肉拼盤 然後先講一下這個名字的這個紙啊 是我們從這一張紙剪下來的有沒有 這個右下角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然後我們這邊有這個 左下角這個是後切牛舌 然後這是外橫割膜 然後飛粒 然後這個是板劍 然後這個是肩胛理肌 那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分離的喔 只是它有些肉質黏在一起的 這中間還有這個南瓜跟香菇 那單獨給大家看一下香菇的部分 香菇我覺得超精緻的 它正面很好看對不對 然後它的反面看一下喔 它的反面有做出來喔 超精緻的 像這個板劍肉的部分 它這個表面這個油脂的亮面 反光的感覺有做出來喔 後切牛舌啊就是 它這個表面的紋路有做出來 這應該都是烤過的喔 那個這盤都是熟的 可以吃的這樣子 然後肩胛理肌 外橫割膜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最逼真 我覺得這個超逼真的 那我們再來看有什麼食物喔 牛小排 它有一些地方是黏住的 然後它有一片這個 挑出來的這個 是可以拿起來的 然後這個底下有一片葉子 就是也是從剛剛那張紙上剪下來的 有沒有在左下角 鹽味牛舌 那這個鹽味牛舌 中間還有一個檸檬喔 然後這個是生的鹽味牛舌喔 然後它還有附兩片 已經是熟的鹽味牛舌 有沒有 接下來這個食物是內臟 然後內臟它是一整團的 黏在一起的 而這表面的樣子 它看起來真的很像內臟喔 反面我覺得更像 生菜 那這個生菜就是 韓國用來這個菜包肉用的喔 那它有幾片是這樣黏在一起的 然後有一片是可以分離的 泡菜 顏色看起來很逼真喔 烤肉醬汁 那這個瓶子非常的好看喔 然後這個貼紙啊 是在這個紙圍裙裡面 那一包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這個貼紙 自己貼喔 然後這個蓋子 是可以打開打開的 像這樣子 那下一個也是醬汁喔 這個是檸檬汁的部分 醬料盤 那這個白色的醬料盤 它會給你四個喔 然後這個醬油的部分 它是給四個 然後中間這個檸檬的部分 檸檬汁的部分 它是給兩個 然後這個東西都是可以倒出來的喔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色塊樣子 好 接下來是這個味噌沾醬 看起來也很逼真喔 一碗白飯 一碗沾有肉汁的白飯 那它還有附一片肉給你喔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看起來就會更逼真喔 海帶湯 它是海帶的樣子有做出來喔 然後它有附一個湯匙給你 海帶湯的湯匙 啤酒 看起來非常豪邁的啤酒 然後這個泡沫還有滿出來喔 看起來非常的清涼喔 檸檬沙瓦 那這個是裡面有一片檸檬片 然後有這個酒精飲料 那這個冰塊在裡面這樣子 烏龍茶 然後它還有附一根吸管給你 那這吸管是可以拿起來的 像這樣子 瑪格莉 那它有附一個這個小湯匙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特點 石鍋拌飯喔 那它也是有附一個湯匙 專用的湯匙這樣子 那這個石鍋拌飯 超精緻的喔 底下的底座 是可以分離的 然後這樣子石鍋 好那我們現在都開完了喔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擺設一下 然後搭配這個六吋 然後我來拍照試試看喔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小小小小小小 按一下 按一下 坐吧 好 看看 那這個結束 這個地方 我還是要做一下 但是阿珠 是我們一起去 回家 老實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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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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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分享的 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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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分享給你身邊喜歡這個盒碗的朋友 那也歡迎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然後我的IG也可以follow一下 因為不時會在那邊發這個玩具照片嘛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